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刘说说 前几天 武汉红十字会算是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了 事情也很简单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我在这里也就不说了 也不敢说 反正相关人员都受到处理了 但是在这个事情里边 武汉仁爱医院这几个字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众所周知 武汉仁爱医院是属于莆田系的 而且是标标准准的莆田系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 莆田系医院名声确实不太好 那么我们怎样去判断一个医院是不是莆田系的医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莆田系医院 首先它是一个私营的医院 同时它的医院的股东有莆田东庄一带的人 主要是集中在四个大姓上 一个姓陈 姓林 姓黄和姓詹 只要有这四个大姓入股的肯定是莆田系医院 这个就没错了 首先说私营医院 我本身是不反对私营医院的 因为咱们国家也是鼓励私营医院 能够投入到公共医疗的事业当中 我们的医疗条件确实是有待完善 而且我也相信 随着咱们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私营医院一定会在医疗行业 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你像在一些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远的咱就不说了 就说近在咫尺的香港特别行政区 香港特别行政区私营医院的声望 是往往比公立医院还要高 虽然它收费高 你像香港的沁兴会 这个医院好多明星生孩子 林青霞 这都去沁兴会医院 还有中国内地的很多孕妇 也会选择香港的沁兴会 在咱们未来 我大胆的估测一下 二十年之内一定会有 不低于十家的私营医院 成长成为在这个社会上 公信力 医德 医疗水平 不低于公立医院的好医院 大医院出来 因为这是社会发展一定会实现的 但是现阶段 我们的私营医院 医疗手段 还有社会上的口碑都不好 特别是铺天系医院 现在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 就是看病尽量远离铺天系医院 我们就向大家讲一讲 如何去分辨一家医院 是不是属于铺天系 第一个方法 也就是最根本的解决方法 就是查一下这个医院的股东构成 铺天系医院首先是私营的 私营的它就股份制 对吧 肯定是有股东的 现在互联网上信息非常发达了 这些公司的股东构成 是公开的信息 是肯定能查得到的 像一些专用的软件 启信宝 天眼查 启茶茶 你把公司的名字输进去 就查得一清二楚了 就拿武汉仁爱医院来举例 武汉仁爱医院 是由三个自然人股东构成的 大股东叫林立香 占股50% 为什么说他是标标准准的铺天系呢 因为他的三个股东都是普天人 还有一些医院啊 你查的时候会发现 除了自然人之外呢 还有公司股东 就是这家公这家医院的股东啊 还有公司性质的 那你接着查这家公司 一般情况下呀 你查不到第三层就能够查出来 这是最根本的方法 接下来我们说 第二个鉴别的方法 所有的医院呢 他在宣传的宣传篮里边啊 都会把自己科室的主任医师 主治大夫简历给你放出来 照片姓名 你到国家卫健委的网站上 去查这些大夫的简历 看和他们宣传的是不是一致 如果说出现了偏差 这家医院肯定有问题 这是第二个 有很多人就说了 我这也不会查 我也不认识会计 我也不会上网 这个不奇怪啊 因为咱们中国很多年龄 稍微大一点的人 确实不会上网 那我怎么去辨别 这一家医院是不是福田系呢 那就请您 重新来到医院的大门口 看他的名字 一般正规医院的名字呀 都是某某大学 附属医院 某某医科学院附属医院 或者是某某人民医院 或者是某某妇女儿童保健院 只要名字里边 代理上我说的啊 都是公立医院 这个没有特殊的 名字里边不含这些的 有一些仁爱呀 什么康啊 这一些你就要注意了 很有可能是普天系的医院 但是这个办法不是万能的 接下来就请您走到医院的门诊大厅里边去 现在的医院里边啊 都有服务人员啊 不管公立的还是私立的 但是这服务人员是有区别的 对于一个正规的医院来说 你站在门诊大厅里边 只要你不吭声 没有人会搭理你 这是现在的一个普遍的现象 对于一些扑天系的私营医院可就不一样了 你往门诊大厅里边一站 不出两分钟 就会有人来找你打话 请问有什么服务 哪些地方需要帮助你 只要出现这种现象 那您就直接向后转 往外走就行了 有些朋友可能就觉得你这说的有点武断了 因为现在的公立医院呢 也在提升服务质量啊 也会有人上前来主动的问你需要不需要帮助 这种情况也存在 我承认啊 另外我再给大家说一个鉴别的方法 这就百分之百准确了 你可以问医院的服务人员 说你们医院心外科在哪 神经外科脑外科在哪 肝肾科在哪 肝病和肾病的科在哪 如果说 如果这服务人员向你说 对不起我们医院没有心外科 没有脑外科 那你就可以百分之百的确定 这是一家私营医院 而且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性属于普天系 为什么呢 因为普天系的医院 不会去接高风险的医疗 它也没有这个技术能力 心外科动不动就要开胸的 脑外科要开炉的 肝肾那是要动大手术的 只有正规的医院上点规模的 才会有这些可使 私营的小医院 特别是普天系的医院 一概没有 这一点是比较好判断 说了这么多了 有人可能认为 大刘 你是不是对莆田系有成见 说实在话 确实是有一点成见 因为我就亲自受过 莆田系医院的诱惑 这个事跟大家说一下 大概就是在八年之前 那个时候我从美团上 美团应该那时候也出现不久 我从美团上团购了一个 九块九的洗牙套餐 我觉得挺便宜就去了 说实在话 洗牙服务倒是很好 设备也不错 因为它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一边跟你洗牙就一边向你聊 说你这个后槽牙就是支持前面那个牙 有不行了 你虽然感觉不到 但是这个牙已经被皱空了 如果你不处理的话 这个牙不久之后就会掉 而且周围的牙因为失去了这个依托 会逐渐松动 最后你四五颗牙都可能陆续会掉的 我说那怎么办 他说建议你把这颗牙呀 做五桶拔牙处理 然后呢 我们会给你镶一颗好的牙 这样有了依托之后呢 您的一嘴牙算是保住了 我一听行行行 您说的有道理 一会儿一会儿就做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不敢不说呀 那高压水枪还在人家手里边拿着呢 如果他不愿意的话 水牙稍微调大一点 说不定满嘴都是血 好不容易牙洗完了 感觉也不错 然后进一步的时候 我就说了我到车里去拿我的钱 或者是信用卡 身上没钱 出门之后我就走了 到现在八年过去了 我这满口牙好好的 一颗牙也没掉过 这是我的亲身经历 说了这么多嘛 提醒朋友们 一些不是急的病啊 你比如说皮肤病 美容 生殖器官的病 一定要到挂着人民的 挂着某某大学的 这些正规医院去看 不要去看着街边的小广告 正规医院是没有做广告的 你只要接到广告 那肯定是要骗你钱的 这是一条 另外呢 就是要防备各种各样 免费的体检 经常会看到 99块钱全身体检 甚至免费体检 千万不要去 一去 肯定被体检出一堆毛病出来 但是呢 我不反对大家去体检 体检很容易 就正规的三甲医院 有着很便宜的体检套餐 甚至你稍微花一点钱 每年去做一次体检 对自己身体是有个保障 千万不要到小医院去搞所谓的体检 不仅没有任何作用 反而会让你失财 甚至呢 身体健康 受到侵害 今天我们就讲这么多 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感谢收看我的节目 关注点赞评论转发 不胜感谢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